他做土開的 他不是做土開不會喝酒靠 職業的啊 他很強 那個本業是喝酒欸 副業才是做土開 好 那我問一下 你既然做土地開發 我的刻板印象就是 以前都要跟很多黑道啊 什麼的互相 要欸 所以狀況到底是怎麼樣 土開到底在做什麼 對啊 是不是真的可以壓著人 然後去牽制 然後拿槍在後面抵著 你在說那個東區那件事情嗎 你講都更嗎 是不是有很多種黑暗面 有有有 這是真實發生的 就全部都是真實的 但是我們 你有拿槍抵過人家嗎 我沒有沒有 以前我們在做這個時候 就有分黑臉跟白臉 那我一定是白臉 我看起來就沒有殺傷蜜 你看起來就很可愛 所以我是白臉 很像可愛的習近平 你不覺得嗎 欸有一點 有一點 對對對 我們頻道下面都說有習近平 害我都不敢去中國大陸 我們馬上幫你做一張蜜 讓你真的去不了 那時候我就是白臉嘛 那白臉其實就是在 對不起好笑 你在笑什麼啦 而且我跟你講 凱莉是臉盲 他都會說出很像 欸真的很像欸 你越看越像 我就越看越像 我已經沒有辦法正常聽你講話了 因為他都笑著 然後習近平永遠都不會不太笑 習近平笑起來 他很少笑 對對對 你還去研究過是不是 不是因為 就很多人貼 就很多粉絲貼照片來啊 習近平連當選第三任皇帝的時候 都不太笑啊 我今天應該準備包子 放下 再等下去 我真的不能去中國大陸 沒載你 太晚了 然後 那黑臉的部分就是 可能會做那些動作 可是 但是 我在做吐開的時候 那個時候應該 大概多久以前 比 2008到2010吧 所以大概十年 那已經算 十幾年前 在台北做嗎 還是在其他縣市 在新北 土地開發 就是從頭到尾做了四年 你大學畢業就直接進去做土地開發 沒有 我大學畢業以後 當完兵以後 我25歲左右進 OK 進這個產業了 對 然後那土開 就是顧名思義土地開發嘛 那土地開發其實 就是要去找很多的地主 那一種是做整合啊 我們要聽黑幕啦 我們要聽黑幕 好好好 你直接講故事比較快啦 不要 所以你那時候需要做過 最扯的事情是什麼 或是你看過 你在現場做過最扯 黑臉做過最扯的是什麼 沒有 黑臉出現的時候 我們是不會出現 就是我們一定不會是同的時候出現 因為我們出現的時候 就是代表可能建設公司 那黑臉出現的話 一定是要跟建設公司劃開 這可以講 我不知道啊 我怎麼知道 我又沒做過 是你自己之後要開建設公司的 沒有 以前真的有 以前真的是有這樣子的 就是操作 因為 通常就是要買地嘛 要不然就是要整合 就是我們要把一塊地 變成完整的一塊 那會有一些地主 就請人開挖土地 不小心撞到他們家的牆這樣 對 對 也有 也有 我很有sense對不對 你也適合欸 也有 凱琳是不是 就是開車那一個啊 不是 然後就出來 我什麼都不知道 這才挖土地好難用 現在挖土地怎麼沒有自動導航 也有把垃圾 就是一直把人家堆在門口的那種 就堆的跟傘一樣 就讓你不能進出的 哇 那這種 然後再擺臉出來去協調這樣 擺臉是出來講價錢的 就是我們願意拿多少錢 跟你買你的房子 或跟你買這塊土地 但我們不可能每次都是這樣子做 因為 通常有 那什麼那麼多 通常 槍枝有限 通常黑臉 黑臉一定是出現在不得已的情況下 通常能合法還合法的 因為黑臉很貴 黑臉成本很高 對 黑臉成本很高 因為他們是體制外的 是 他不可能是自己養的 因為自己養就會出事 不能自己養 是合作 合作夥伴 對 他是Part time 包商 包商 外包的 對 然後通常黑臉可能還包了土方 對 土方是什麼 是把廢土處理的那些 對 就是廢料就拆除處理的 就是 還包了很多清垃圾的工作 那清垃圾包含真正的垃圾跟垃圾的 垃圾的地主這樣 你一講的意思 你要進入到砂石車的產鏈 產業鏈 還有一個砂石車結合 對 類似 類似是這樣 這聽起來水很深 那你如果沒有背景 你有辦法進去混這一行嗎 沒有 那我是上班 那時候我就是上班 可是如果你想要做建商的話 這聽起來 你至少要對這個產業 可是因為現在 現在我覺得 如果雙北 雙北或是加桃園 已經算相對很乾淨 很合法 就是用錢解決 就是大家都是要錢的 其實黑臉也是要為了錢出來的 大家都是為了錢 那其實最後 只要錢彈的龍 大家會開開心心 那開開心心比較重要 對 這個結尾好吧 好吧 很關槍 金平你要關槍 那為什麼你會離開 那感覺做 因為做土開其實 只要有成都是賺非常多錢的 好 其實我那時候的四年裡面 我只有第一年有賺到錢 然後第二年有算有分到 然後第三年跟第四年 其實是沒有案子的 就那時候剛好 金融風箱 金融風暴 對 但我那些公司還算蠻好 就我是公司體制內 那時候是40 18K還是20K的 對 就是那個時代 問一下 那如果你談成一個案子 大概可以抽多少 還是中人就像一串粽子一樣 所以 對 其實要看中間的關係人有多少 但是我那時候應該成的第一筆案子 就我個人收入就400多萬 蛤 你有處理掉一些關係人嗎 怎麼可以一個人拿這麼多 沒有沒有 就是 還是地很大 也沒有很大 2008年的400多萬 對 對 那時候 對 就是 有這個價錢 可是而且 還是也分了很多 你還沒有全拿 你只拿一小部分 而且我還是小咖 我是菜鳥 我是菜鳥 難怪你要做四年 因為你拿到一次了 所以我撐著 每年至少都可以賺 對我撐著 我不想離開這個產業 只有400萬吃四年也是不錯 你剛回來嗎那樣子 就 但是跟預期差太多了 就如果每一年都有 都有400萬以上 不要說400 就以我那個年紀25歲 有200 300 我也會很開心 對啊 400已經 超多 400已經 就是生平第一次被破壞三關 原來做這個可以400 所以你那時候進去多久 就拿到那個400萬 就是第一年還沒結束 可能大概 第九個月吧 好 所以你那時候400萬 所以想說 幹這錢太好多 然後就花掉一半 我突然發現 我突然發現 花超快 花超快 你拿去幹嘛 是不是 有變 因為去土開會沾染一些不好的習慣 絕對有 就是 絕對有 絕對是什麼都有看過 這就是婚錢 我相信Ted 現在已經喜心革面了 我剛才想過 我老婆知道 在樸園第一年 我就拿到400萬 我搞不好就覺得 你現在還在樸園 我就會覺得說 那地球好像也不是那麼重要 我何必改變世界 其實就是真的沒賺到錢 沒賺到錢 就很生氣 好吧 是我自己的錯 我道歉 我道歉 我愛大家 好 但因為上節目當我們會講比較偏激的舉例 但是整體這個產業到現在 算是有蠻多的革新 也算是變越來越乾淨了 但中南部不知道 這樣你敢去 就是新北以外的地方去做 建案之類的嗎 如果有機會 其實我還是想 還是想 對 就是了解各地的文化嗎 有 其實我跟你說 我到了去年都還在跑 但因為我們前年本來希望 2020到2021年 我們本來要蓋房子 已經規劃了 結果那時候一起來原物料漲到爆炸 然後我們後來看看覺得 現在做這件事情可能會賠錢 那還好沒做 因為後來又再漲一次 對後來又再漲一次 就我覺得蓋房子 以前啦 以前真的是有暴力的 以前有一段時間真的是暴力的 但是現在蓋房子真的是越來越難獲利的 尤其是中小型 最近我聽到就是蓋房子 就尤其有預售屋 那現在正在蓋要有交屋 其實他們都會交不出來 因為錢 就是成本跟售價真的是搭不上 然後再來是缺工 所以他來不及蓋 然後一直以來都有這樣 其實現在社團裡面有很多這個問題 對啊 就有看到就是說 如果原本的交屋時間已經到了 但是遲遲沒有交屋 那就會有賠償金 然後就會有人說 大概可以怎麼領 可以怎麼談 就開始有問這些問題 這個就很多種延伸的支線 有的會故意就不交屋 然後你以為他不交屋 他要賠你很多錢 就你去看合約發現 他就是原價退回 然後他反正房價已經漲了 他就拿去賣掉 也有這種 就鬧鬧鬧 鬧到一半發現 靠腰對方進行解約了 有這種事情 有很多大同區 前一陣子 大同區 新聞都有 實際的案例也蠻多的 像酒面的區域也有 新莊也有建商這樣子 就是有些人他不知道行情 他買的預收其實已經漲了 可能二三十趴了 那只是延遲交屋 你不知道是真的延遲交屋 還是假的延遲交屋 可是作為買家 當然就說你延遲交屋 你要賠我錢 你要有一些表示 他覺得買房最大 可是其實他沒有意識到 他的房價已經漲了 所以建商他看他當初簽的那些合約 但細節這可能要問Ted 就是最後就解約了 然後這房價已經漲了 所以建商還倒賺 他不但延遲交屋 但他還倒賺 因為房價漲了 五年前他買的 這是一種情況 然後還有一種情況 我也直接講 就是真實發生的 就是建商在蓋房子的時候 那天建築師有講 就是公設比是自己決定的 公設比例是建商自己決定的 不是說什麼32% 35%是沒有規範的 它是我自己決定的 預售屋開始已經賣了可能六成了 然後突然建商改建造 改建造以後公設比例變高了 就譬如說原本是33%的公設 然後他改了建造變35% 那已購客我已經買了 你怎麼可以再改建造 然後那就回去 那是變成你的那個房屋面積變小嗎 還是 對你使用面積就變小 這樣合法嗎 好 然後呢 違約啊 就是可是合約可能不是這樣寫 就是那消費者很正常很理所當然 會理直氣壯說 你突然改了我的公設比 那你應該要賠償什麼 然後建商就說 我們可以原價退回 對 反正房價要漲 對 反正房價要漲 而且是漲很多 這聽起來就像是 你現在說的合法了 但還是有這些事情狀況 這些合法 這一兩年都還在這樣 太抱歉了 就是用法律來玩弄 你要說玩弄嗎 就是可能建商也不知道 疫情QE會漲這麼多 然後漲一漲之後 建商想賺更多啊 一個是建商想賺更多 然後一個是有可能 他原本設定的利潤 被原物料吃掉了 對 這也有可能 這還是要刷賤 我最近聽到很多是這樣的 對 這是真的 那我覺得 以商人的立場是 我做生意我一定要賺到錢 那你覺得你以後的監測公司 就是一定是 你竟然沒有準備一個開發的答案 我感覺10年20年後 這一段會被拿出來審視 然後我會說我也不知道啊 你知道 我只是主持人 沒有 其實沒有 其實因為我拍過一支影片 講這件事情 我做建商公司的話 我會怎麼做 其實我把整個流程講出來 就是我想要做一個什麼樣子的起造人 就是建設公司 如果講說 我希望是把所有的 蓋房子的建築成本還有過程 全部都會拍影片記錄下來 那我最後 我可能一開始我要抓的利潤 假設是20% 對 這我跟TES討論過 就是學特斯拉的賣法 對 公開透明 對 不二家 我們希望說 我做這件事情透明 那我賺錢我也賺得合理 那我們買很多東西 大家都知道利潤不會只有20% 那我蓋房子如果賺20% 我覺得相對合理 所以 但是如果我剛剛直接跟你講說 沒有我就會設定20% 其實這樣很難解釋 很多人會覺得說 你在說什麼 是